上個月底 我們收到容先生的布料求助 他的布料內容只有兩段片 和短短的兩三句描述 但是對於中風人士來說 要打這幾句中文已經相當困難 我們殘殺人士高一點都不方便 踩上去就不停 左右腳不包人士 我們的布料熱線 每天都會收到不少觀眾的布料 有些情況比較危急 我們會即時處理 而有些就因為求助無門 希望我們可以幫忙 像以下這種個案 布料人是一位中風人士 他說話比較吃力 都有試過打去一百二三那裡求助 但最終就因為溝通不了 而要收線 上個月底 我們收到容先生的布料求助 希望我們幫忙 他的布料內容只有兩段片 和短短的兩三句描述 但是對於中風人士來說 要打這幾句中文已經相當困難 我根本不知道 在外面不是屬院,是屬院 是政府 但我不會說 表達不太行 以123 但我まだ沒說到 我沒說到 他沒辦法說 就是听就收线了 我们在今个月初联络了容生 他说家附近的这条路 树枕凸出来影响他出入 他曾经打电话去123反映 但因为他的说话能力 根本表达不了完整的内容 求错无本地没办法 在这件事发生的事 我可以给你帮助我 现场的这个位置 是沙几湾外东村的爱德街 跟我们以前跟进过的很多个案一样 这里的大树、树根生长过剩 弄到地面凹凸不平 地砖凸起了 这样我 就脚走 凹凸不平的那个位置 你是否很劲力才能过去 是的 真的是 55岁的容生 在二十多年前 駕駛下车突然间中风 他搬来沙几湾外东村 这里已经九年 他说近这两年 这个位置越来越凹凸不平 最大问题是高低不平 近两年前原本是高一点 高一点 接着一年后是再高一点 接着到现在是 即是上车突然间不平 即是上车突然间不平 我们常常是高一点 已经不方便 再高一点 不行了 踩上去就上车突然间不平 怎样 因为我走得不方便 是… 左右脚不平 这件事 容生说他每天都会经过这里买菜 但是推着买菜车 就令他走得更加困难 不拿车,我怎样吃饭呢 他要买菜 有些地方是推着买菜车 这样就不行了 不过令他这么大决心 要反映这个情况 是因为他前段见到有人在这里 踢到受伤送丸 我见过中风病人在那边跌身 接着叫白车 接着去医院 接着医院不行了 就走了 这样的情况 根据消防署给我们的回复 在容生提及的意外当日 的确是有一宗叫救护车的个案 而伤者就送了去 东区尤德牙打素医院 民生无小事 我们经常都会收到这类 树筋整烂路的个案 如果有关部门知道情况之后 很多时都会立即跟进 像这宗个案那样 政府部门收到报料之后 真是几天就已经处理了 真的很不平 而且这里也有些轮椅出出入入 推的时候也不方便 因为这里有一间软石 是 它是粒粒粒粒很久 你觉得会不会很容易踢 会的 那就走开一点 几十岁 脚趁不起 你经过也害怕 不是 害怕 暈一暈 第二条路走也不走 当然危险 这路返回来 平时多不多老人家 或者残疾人士经过 是的 多的 现在七七人就这样 很多人都闪魅行 在过马路 会是树根那些位置 会有危险的 特别是如果天黑 就更加容易会踢到 外东村这里总共有六座 村里还有一间护养院 所以很多街坊 老人家和轮椅人士在这儿出入 当区的区议员说偶尔都会收到街坊 投诉区内的路粒粒不平 不过就认为政府做事会有分先后缓急 还在政府土地的大树是采用综合管理方式 即是由管理那个位置或者路段的部门 负责护养那里的树木 负责的部门主要包括 路政署 汉民署 房屋署等等 而发展局核下的树木办 就负责督道和协调各个部门的树木管理工作 就住沙基湾这个位置的树木问题 汉民署回复说是由他们负责护养 而且每年都会做风险评估 刚刚在今年3月才做完评估 显示树木的整体健康和结构正常 不过对于我们提及那里的地面 现在被一些树根搞得凹凸不平 他们就说已经即时联同工程部门 安排了实地视察 然后再作跟进 他们又说其实在去年的7月 也有收到相关的投诉 当时也已经转介给工程部门跟进 而路政署就承认他们是有收过这个转介个案 当时也有案要求做了事 包括移除那里的金属树月架 扩大了树月 和处理了松脱的路砖 不过对于现在的路砖又再松脱 他们就说会尽快再进行工程 在几个政府部门收到我们的查询之后 没多久 容生主动跟我们说 已经见到有工人在做工程 由上五百点几开工到下午已经搞定了 后来又再见到路政署做修緝工程 将那个位置铺得更加漂亮 早两天施政报告提出发展低空经济 研究在香港推行视点项目 开托无人机的应用 包括无人机配送、跨境物流 会演活动、建筑保养 甚至是发展空中游览的旅游业务 到时我们欣赏香港的美景 又有多一个选择了 在天上苦陷下来 用上帝视觉欣赏景色 一份莫名的吸引力 令人目不暇及 因此用无人机拍摄风景 越来越受人欢迎 但到底无人机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无人机的发展初期 多数用在军事的用途 但随着科技发展 今日的无人机用途已经非常赶泛 遍布在我们生活当中 时至今日 无人机大致上可以分为 专业级和消费级两类 专业级无人机会在基建检查 楼宇测量 隆林管理 灾难救援等地方使用 它们亦会按用途差异 而有特殊的配备 而消费级无人机 就包括我们日常比较常见 用了拍摄记录生活 商业拍摄 或团队表演的小型无人机 虽然无人机经常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操作也越来越容易入门 但是当中使用无人机的礼仪 法例和注意事项 你们又知不知道呢 因为涉及安全和私隐 使用小型无人机 其实都有一定的规矩 如果一不留神 随时会触及法例 对这个小型无人机令 违反了相关的一些法例的要求的话 是可能会被判罚款 10万元 监禁最高的两年 当中也需要留意 并非只是一些 坏注册的人 又或者是 拿着遥控控制的人 甚至是 容许致使别人 去任何情况之下使用无人机的人 都有机会会触犯法 另外来说 法律上也很特别地 任何人去干扰这些无人机的操作 飞行 都是反抗的 而他们的罚则 是等同于 违反了 无登机注册 这个小型无人机的法律里面 港币罚款10万元 还有最高的铁银两年 持无人机原来都有一定的规矩 究竟还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呢 稍后回来继续一线搜查 无人机的发展初期 多数用在军事的用途 但是随着科技发展 今天的无人机用途已经非常赶范 遍布在我们生活当中 虽然无人机经常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操作也越来越容易入门 但是当中使用无人机的礼仪 法例和注意事项 你们又知道吗 无人机的用途越来越广泛 亦越来越多人 加入持有小型无人机的行列 不过用途越广 自然会多了一些不安手本分的人 在胡乱飞 搞出不少意外 所以都需要发牌监管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 使用无人机的注意事项 我们特意邀请了这方面的专家 与我们示范和讲解 鲁sir 我想问市面有很多无人机 其实是如何分辨它的种类 现在无人机会用重量来分类 因为不同重量有不同风险 举例 250g或以下是夹一类 250g至7kg属于夹二类 而7kg至25kg就会是月类 就会有三个类别 民航署有很多规矩 其实它又如何划分呢 民航署就会分了 例如夹一类 最多只可以飞30米 高度 即是100尺 但它有个好处 就是人和机都不需要做注册 而夹二类 最高可以飞300尺 即大约是90米 但人和机都要登记 而且年龄都会有要求 例如注册一部机 起码要有18岁 而玩的最少是14岁 接着到月类 即是7kg以上这些机 这些就要考牌 考了 经过批核和申请 才可以玩到7kg以上的机 这类就会在月类 其实在香港比较少见 其实香港也会有大约 六七间的考牌中心 这些我们叫做进阶操作的考试 它会有理论的考核 以及操控的考核 如果它都经过了 成功了 它就会考到一个叫进阶操作的牌照 然后它可以装进一些公司 成为一个职业机首 又或几个人一起 放入一间公司或无人机公司 然后再去做申请 它都可以飞到这类机 明明刚我们说过 九一类就不需要登记 但如果它的机器 虽然是下跌250g 但如果它有飞行纪录 或者懂得飞空域辨识功能 例如黑暗飞机会穿不到机 或者进入不了 那些机器就可以做豁免 申请甲二类 那甲二类有什么好处呢 原本是一部机甲一类 最高只可以飞100尺 30米左右 现在它登记了 就可以飞到300尺 大约是90米 所以飞的高度就可以高很多 除了无人机的划分之外 有没有一些地区或时间的限制 有的 其实如果是以标准操作 标准操作通常会用甲二类 就会在操作的时间只限日间 日间的时间 你可以看天文台的资料 日出前半个小时 至日落后半个小时 这段时间都可以放飞 地区性 其实市民应该要看民航署 的SUA一站通的APP 那会画哪里是行飞区 哪里可以飞 哪里不可以飞 例如 可能是维多利亚港不可以飞 你看到维港这么多直升机来来回回 而它们的高度可能很高 也可能很低 特别在降落时会特别低 如果我们放飞无人机的 寒度会overlap 所以就会非常危险 又或者可能东涌 又或者一些机场附近 它都会有画一些位置是不可以飞的 第二 就要看一下 那个放飞位置 比如可能是公园 公园会不会有某些牌 写着不可以玩一些遥控玩具 或者是无人机的 那些地方其实都不可以飞 当然香港大部分的郊野公园 都可以放无人机的 但是如果太多人的话 就不太适合了 有数据显示 香港现在超过一万人 注册了无人机 但是民航署依然接收到 几百宗有关小型无人机的投诉 所以好好跟随使用无人机的使用手质 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问如果玩无人机的时候 有没有会受天气的限制影响 都有的 其实大部分现在的玩乐性的无人机 都是不防水的 所以如果是下雨 就一定不要玩 或者如果是湿气太重 或者你可能在山上 你已经很大云了 那尽量就不要穿过云 而且下雨时不云 因为它里面可能会短路 如果是电脑板 电脑就随时会掉下来 那就会弄傷人 那如果太大风 风速有关系吗 都会有很大关系 所以你就要查清楚 当时你站的位置的风速是多少 例如用风速仪 或者天导人台的网站 然后再检查你自己的机 的抗风能力是多少 基本上现在原厂都会写清楚 你的机的抗风能力是多少 不同机都会有不同的 现在市民很喜欢实用性 会带无人机去旅行 有没有一些礼仪 或者我们要注意的东西 其实不同的国家的无人机例 都仍然不停地更新 以及在改变 基本上现在国内玩 任何的机种 只要它飞得远的话 都要做实名登记 另外日本也是 日本是100克以上 就要做申请的 举例在香港 一定要留意一下 就是横向间距 夹一类或夹二类 我们叫做标准操作 就不能飞越别人 没有参与的人 车和建筑物 例如我在家里 飞过人家 或者飞过人家的车 或者飞过马路 其实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飞的时候 要留意10米的范围 会不会有其他 不是你的朋友 或者不是你的物业 或者不是你的车 就不能飞过 如果飞过 其实会是进阶操作 就要考验才能做得到 这个就特别容易 可能代有不过的法网 无人机的发展 一天千里 相信日后 大家会越来越多机会 使用无人机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注意 使用的方法 齐齐安心起飞 我们周不时 都想介绍一些新的 打卡点给大家 今次就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湾仔区的海滨长廊 最近这里就设置了一个 复古街灯的装置 有50支不同年代的香港街灯 在每晚的6点至10点亮灯 这么有情调 相信都会成为情侣打卡的新地标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到此一游 这边很威胁 这边很威胁 那倒是 这边就是我们珠海太空中心 任务卡来了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 大割重器 不好意思 我已经看到第一个了 这个一定就是签20了 真棒 你知道上一次航展的时候 我看到它的应质 真是很震撼 而且它的飞行家族里面 它有很多成员 可以大饱眼福 你再看那边 那个是我们国家自己研发的 大型水陆两车飞机 叫昆陆AG-68 它的总装生产就是我们珠海金蛙 很厉害 真是大海眼界 珠海太空中心 包括八大展区 打造永不落幕的航展 还有更多精彩等着我们去打卡 我觉得我们已经来到了太空岛了 太好了 这里有得看有得玩 我们可以到处走走走 太空漫游开始了 月球彩虐 上海五号 天明一号 打卡成功 我们回来地球了 对 不过你知道吗 刚才的探火探月工程 就是由这个火箭运上太空 这个肯定就是我们的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哇, 真是超真实 走了这么久都已经饿了 那在太空中心 计计吃太空米饰 好 这里 你看这些都是 跟太空吃的一样 这个太空雪糕看起来不错 平时超市的鸡翅都见得多 这些真的第一次见 对 嗯 奶味是很鸿鱼的 挺有鸡味的 挺好吃的 挺有鸡味的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戴上VR眼镜 沉沉式探索太空 真的很刺激 这就是最后一个打卡链链 C919 它就很厉害了 它是我的自主研发的大型客机 旁边还有一个无疑的小仓 我靠靠靠靠下飞机牌 让我驾驾飞机回香港 冲上云霄 成功降落 我们成功降落 成功降落 我们怎样 我才知道 我感觉如何 我觉得这个模擬器真的很逼真 而且驾飞机真的不容易 我们还要成功降落 是不是很厉害呢 那就是 Let's 一模完成 开开心玩 很快就过一天了 明天就到星期六 大家又可以尽情去玩了 至于布料 放假都呼应WhatsApp 到我们24小时的布料热线 6896-0931 期待收到大家的留言 下星期继续一线搜查 近年香港出现了 很多大大小小的室内游乐场 这些游乐场 不单止吸引成年人去玩 也是小朋友放电的好地方 去年6月 有对新加坡夫妇 带上自己的小朋友 去了这间位于北角 标榜是 但床乐园的室内游乐场玩 结果妈妈竟然撞爆了个肾 楼园大约一个星期 在被撞那一刻 我真的不能呼吸 特别疼 很慌张 因为没有时间跟我讨论 马上要动手术 而且叫我做心理准备 20%的咖喱会死 以咖喱类越来越流行的室内游乐场 究竟有没有监管 万一发生意外 又可以怎样追究责任 专题探讨 一线搜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对